新年恭喜,是可以跟我們大家先待一年嗎? 是的,大家好,陽年行大運,每一個人身體健康,萬事如意,事事吉祥,洋洋得意。謝謝大家。 去年,2014年,你是為國運打了40分嗎?而去年,大家真的也是過得蠻辛苦的。 不知道今年兩年的話,我們大概是打幾分,我們的國運是怎麼樣? 然後可以用你的字來幫我們形容嗎? 是的,那我今年也算了一下,今年的分數是幹好幾分,60分。 已經很不錯了,現在一個整個國際局勢是這個樣子。 那麼能夠有60分的成績已經很好。 那麼我打的這個分數是60分。 那一個字呢,也就是俗。這個俗字,就是俗光的俗。 那麼俗光的俗,那俗光的俗表現是說,已經看到的這個光明已經出現。 然後陽光啊,第一道曙光已經出現。 那在這個現象之下呢,應該在政治上,會有大的這個革新。 然後在經濟上,也有大的發展。 在整個社會上,也會比較安定。 那整個這個大環境呢,都還是算是幾分。 所以這個,今年洋年齁,你也說這個會更好嘛。洋洋得意嘛。 那您認為說,如何讓民眾齁,他們如果想招招財,還是招保怨的話,有什麼好方法呢? 其實今年,最好的方法,一揚風順。一揚風順。 那麼一揚風順呢,代表著一種船。一個船。 那麼這個船呢,也就是可以講,你放在這個客廳裡面。 像裡面的地方,像你房子的,往內開的船。 這個叫做,台灣話叫做,大足幹。 然後在這個帆船的這個上面呢,寫著,一揚風順。 然後床上面可以放一些眼保啊,或者吉祥物啊。 這樣子來講呢,它本身,這個船就大準一槍。 對,大準一槍。 這就是很好的一個吉兆。 而且可以招來很好的採訪。 其實就讓我們知道說,等一下大家很多那個,大家都是想來臨紅包。 好,可是我們往年的紅包裡面都放錢穆。 可是今年好像不太一樣,你是放所謂的護身符。 那不知道跟護身符有什麼樣的含義? 其實護身符啊,其實像我今天所帶的,也是護身符。 這是一個護身符的符號,然後一個奏日。 那麼這個護身符的符號啊,是很有意義的。 比這個,有時候啊,比錢更有意義。 比這個金錢上更有意義。 所以,花這個護身符的意思啊,花這個護身符啊,護身符的意思是這樣子。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這個天災。 啊,也有很多的人祸。 啊,甚至於地、地震。啊,火災。 另外還有風災、水災。 啊,種種的一個意外的災難非常的多。 那種在我們人身上,有的時候都會碰到甚至於車禍。 你這個護身符號的意義就是,你掛在身上。 可以保護你今年、陽年。 啊,在這一年之中,都不會發生什麼意外。 都是很吉祥的。 這個戴上呢,可能是日吉祥、夜吉祥。 一日六時,通通都吉祥。 啊,每一天都吉祥的話。 那你自然可以盡財。 啊,天釋財富。 這個老天會釋給你財富。 老天釋給你財富以後呢, 你自然呢,一切都很吉祥如意。 就是扎世帝勒。 這個藏文講的這個扎世帝勒。 扎世帝勒。 就是吉祥如意。 而且身體也會健康。 所以這個護身牌的意義, 比剛剛所講的這個, 發給這個母錢牌來的重要。 因為有這個,保你這個一生平安。 不是一年平安而已, 而是一生平安。 都沒有意外。 這就是無形的財富。 有了健康的身體, 也是無形的財富。 這個都是財。 所以財不只是指錢而已。 你身體健康也是財。 你有福分也是財。 你沒有發生什麼意外, 也是財。 這個都是財。 如果沒有這個護身符的話, 那什麼財來的時候也沒有用。 所以今年來雷仗寺, 領到這個好運氣的開始嗎? 對。 今年來台灣雷仗寺, 你就可以有永遠的好福分、好福氣。 我們知道, 今年的3月7號在雷仗寺, 還有3月8號在中正健康, 有特別的一些法會。 那不知道今年的這個, 附謀這個, 大方法王金剛。 是哪個,哪位金剛? 是大方法王金剛。 另外還有阿達爾瑪佛。 這是本祖佛, 跟本祖佛畫出來的金剛。 這個都是最大的佛, 跟最大的金剛法。 最大的金剛法。 以前很少人傳的。 那麼你來, 你只要來聽啊, 你就知道, 哇,這一尊是不同, 也是不凡的。 是也可以講, 它有最大的法力, 能夠讓這個一個國家, 甚至於全世界, 都能夠風調雨順, 國泰民安。 我們是為了這個, 大地, 來做起伏的工作。 我們的法會。 那是, 要請教一下, 去年啊, 這個瘟疫啊, 什麼東西。 那今年初一開始的時候, 也有積溫這些, 那台灣在這一塊, 在武力上, 今年在這個, 幾乎瘟疫啊, 不平靜的那種, 會不會有很大的改善, 能夠六十分。 六十分來講起來, 是剛剛及格, 應該比去年好一點, 但是瘟疫還是會流行, 好像在世界上, 我們講的, 好像是說, 在整個世界觀上面來講, 瘟疫還是有, 戰爭還是有, 戰爭, 小型的戰爭還是有, 那麼在台灣這一片土地上呢, 當然還是有一些災難會出現, 所以必須要帶走這個護身牌的原因, 就是在這裡, 讓你避免意外, 任何一件這個不好的事情, 都會在你身上發生, 而是, 你永遠都是吉祥如意的, 這個就是護身牌最重要的意義在這裡。 謝謝, 謝謝。